我們介紹上的內容叫做電池交互作用 前面說電流池效應電流會產生磁場 那麼這個磁場碰到另外一個磁場 就兩個磁場他們兩個就應該會有所謂的相吸或者是相似 就會有彼此的作用所以叫做電池交互作用 因為電流會產生磁場 磁場跟磁場之間會有交互作用 所以如果把一個電流放到一個磁場中 那就會有兩個磁場 他們兩個之間就有交互作用 這樣叫做電池交互作用 那麼國中階段不做任何形式的計算 甚至於沒有任何計算 國中計算重點只在方向 只知道說它會跟電流成正比 會跟磁場成正比這是廢話 還有一個人會跟角度有關 這個可能會提到會問到 會跟角度有關 怎樣的有關呢 怎樣的有關 就是如果電流方向平行磁場的時候不受力 電流方向如果跟磁場方向一樣 或者是同方向或者是反方向 不受力 然後垂直的時候受力最大 那如果不垂直呢 要找到垂直的分量 垂直的分量 然後去算它的大小 分它的大小 然後平行就是完全不垂直 所以就沒有 就是0 就是0 所以就是大小大概就是這樣子 會跟電流有關 跟磁場有關 這正常嘛 電流跟磁場產生交互作用嘛 所以大小當然會跟電流有關 跟磁場有關 還會跟角度有關 兩者如果平行就不受力 如果垂直受力最大 如果不平行不垂直 就要找到垂直的分量 OK 知道可以了 重點 所以 這個他們是兩兩垂直的 方向是兩兩垂直的 電流方向 磁場方向 以及磁場方向 以及磁場方向是兩兩垂直的 好了 用右手開掌定則來決定 右手開掌定則 那什麼叫右手開掌定則 把右手打開像圖鎖式 大拇指就是電流方向 四個手指頭就是磁場方向 手心就是磁場方向 大拇指 電流常常用I表示 I就是我 我最大 大拇指最大 所以大拇指代表電流 四個手指頭代表磁場 手心就是怕他打下去 所以手心就是磁場方向 所以手心就是磁場方向 OK 就是 右手開掌定則 大拇指是電流方向 四個手指頭是磁場方向 手心就是磁場方向 這就是所謂的 右手開掌定則 好大拇指代表的是電流方向 並龍四指代表磁場方向 掌心的方向就是磁場方向 這就是右手開掌定則 然後他就問你磁場向何方 好來像這一題 圖上面的磁鐵 下面是N上面S 所以磁場能從下到上 我電流從左流到右邊 所以手心從左流到右 然後四指頭指向上方 手心朝自己對不對 手心朝自己就是出指面 出指面的意思 所以磁力就是出指面的方向 就是比這樣子比 OK嗎 OK 那電跟磁兩個要產生交互作用的時候 當然是要有電流 是不是廢話 要告訴你 如果那個電不會動 靜電不會動 反而一顆不會動 這樣子有磁場也是沒有受力的 所以要有電流 那個電要會動 要有電流 要有電流 當然也要有磁場 那是廢話 再來要穿過所謂的磁力線 要衝過所謂的穿過去 磁力線一根一根的 然後穿過去 表示就是沒有平行的意思 如果你的電流是平行磁力線的 平行磁場的 那你就沒有受力 要沒有受力 所以要有電流 要能夠穿過磁力線 就是要穿過磁場 就是沒有跟磁場平行 好 請同學注意 電流是正電荷流動的方向 考試的時候人家問說 負面這樣子跑 讓你去比 不要忘記方向要相反 方向要相反 還是正電流動的方向 OK 再來 因為這個磁場方向 有一個磁場方向 你知道磁場怎麼走的 磁給外面從N級到S級 裡面從S級到N級 這樣子你才會知道 它的磁場向哪裡 然後你就想想地球 以後會問你 地球 地球從南半球到北半球 北半球到南半球 還是怎麼樣 然後你就會比出來 它的磁場方向 然後你才能夠知道 正確的磁場方向為何 OK 注意 然後呢 請問你誰會給磁場 變流在磁場中受力 根據我們前面所學的 誰會給我磁場啊 誰能給我磁場啊 誰能給我磁場啊 三個 你們想知道 想出兩個 好 誰給我磁場 天然的磁碟 天然磁碟 天然磁碟可以給我磁場啊 地球也可以給我磁場啊 還有一個載流導線 可以給我磁場啊 所以考試題目可以怎麼樣 可以是電流穿過磁鐵啊 可以是電流通過地球磁場啊 可以是一個電線在 一個導線在一個載流導線旁邊啊 同意思嗎 一個電在載流導線旁邊啊 那這樣子就會所謂的電流在磁場中 然後就會有受力啊 所以題目可以出現在 旁邊是磁鐵 放在地球中 旁邊的載流導線 然後給我一個磁場 所以電流在磁場中會受力 當然這個keyword就是 右手開掌定者 大拇指代表電流 并容式代表磁場 手心就是受力方向 然後我們就問這個 就對了